最近大家双11都辛苦了 大家要抢东西啊秒东西啊一定很累吧 我们其实也一样 我们的很多同事都去拍那些快递了 因为我们最近接了一个单子 是帮全国最大的一个物流公司拍 他们在双11期间是如何辛苦工作的 快递员也很辛苦 我们基本上摄像啊还有后期的人员都去了 大家很熟悉的小岳我们摄像 还有宇哥之前在片中出现的也都去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 他们飞机还在新疆被迫降了 没有办法回来 那其实还有一个人很辛苦是谁呢 就是马云 大家都说可能马爸爸赚了你们的钱什么的 但其实他也很辛苦 都在双11被打了 还要打人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拍了一部叫《攻守道》的电影 这电影虽然很短啊 但是这里面的效果啊可以是非常好 让整个这个舆论也是炸开了锅 因为为什么呢 马云在里面赤手空拳啊 然后用他的那个太极拳打赢了托尼甲对吧 那个泰拳最厉害的这个电影演员 然后呢打赢了吴金 战梁里面那么厉害的吴金 还打赢了李连杰 原来在少林寺里面那个长拳功夫那么好的啊 还有就是打赢了那个郑子丹 他是那个会泳春拳的也很厉害 所以让大家很多人评论是真的是有钱啊 可以为所欲为啊乱来啊简直就是 但其实也有人评论马云呢是为了弘扬太极拳文化 所以干了一件这么样的事情 而且马云本来从小就有这个电影梦 想自己当演员很有武侠的这种风格 很想去干一件这样的事情 那他终于是干成了 那作为sneakerhead呢 我们不关心这些 我们只关心马云脚上穿的是什么的鞋 因为我当时一看这个电影就发现 里面好多镜头都是对它的鞋 那我当时就非常好奇 这双鞋又没有logo 设计就很简洁 一看哎呀我就慌了 我说这是什么鞋 我怎么不知道 看了这么久我也没感觉有点慌 然后就很急 然后就上网去查 一查不出几分钟就查到了 这双鞋啊是一款西班牙快销时尚品牌旗下的一双鞋 它叫ZARA是一双男式黑色的高帮运动鞋 其他的也没有太多的那个介绍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盒子是这个样子很简洁 是我今年双11买的所有鞋里面开箱体验最好的 那这双鞋在ZARA的官网的英文上 它叫man's high top sneaker 其实鞋就是高帮 然后是sneaker 就说它是运动鞋 sneaker我们可是搞sneaker的对吧 就一定要说这个东西了 那这个鞋售价其实只要399 如果你在网上淘宝上搜的时候搜到了大概五六百的那种商家卖的 就是一些无良商家 他把这个鞋的也图片放在了网上 然后说自己是原版开模重新打造的这个鞋 然后并没有写它是ZARA的 说是什么Y加的 可能是说是Y3 314这个 但是其实不是的 它就是ZARA 大家一定不要被骗了 如果你买你就去ZARA买399 绝对保证是公手道里面马云穿的同款 这双鞋的官方的介绍是有四个重要的点 第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它是有一个叫完整的一键式剪裁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它的鞋面大家看上去很平整对吧 很简洁 就是因为它的鞋面是由一整张面料立体剪裁 然后拼接成的 其实翻开这里面的这个弹性编织带 是能够看到它这个缝合的地方 然后后面后跟这里在一个缝合的地方 所以看上去整个这个鞋面非常干净 这个最早出现其实是在我们知道的Air Force One 有One Piece这个概念 就是一整张皮把这个鞋面就全包了 那其实这双鞋大概用的这个概念也就有这些了 其他他所说的一些什么弹力束带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它是没有鞋带的嘛 对吧 所以用了弹力束带的包住这个鞋面 这也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设计 再就是它的鞋提 它说有一个鞋提能不能让你穿脱更方便 再有一个就是运动功能look 运动功能感觉的一个鞋底设计 但其实这里面没有什么功能的 所以就这四点 那一般我们说鞋可能说到这里这个节目也就结束了 对吧 但是我还想上脚为大家穿一穿看看 它是什么样的感觉搭配起来 那我这个鞋现在已经上脚了 大家看看感觉不错吗 就我上脚以后我感觉它整体穿着进去包裹感还是不错的 然后前面后面当然没有什么缓震 我估计就是普通的这种橡胶和EVA 但是办公室同事有人说比如说老汤就会说这个鞋头有点尖尖的 看上去有点gaygay的 还有一位呢就是上次给我们画画画库里斯的那个女同事呢 就会说这个鞋看上去有点裸 感觉好像穿这个鞋身上什么都没穿一样 因为它线条实在是太简单了 但我觉得它起码整体来说看上去有点那个Y3的三本要丝的那种感觉 然后毕竟呢399是吧 你穿上这个鞋又有那种时尚还比较时尚的感觉 穿上去呢跟整个这一身这个黑的这种中式的这种服装看上去就挺搭的 然后又有点现代感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所以总的来说ZARA做这个鞋这一把还是挺成功的 但是一般说到这里故事啊这个节目又要结束了 其实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说一说 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个太极拳爱好者 我想给大家看一看 这双鞋其实在电影中马云穿着它打太极拳 那现实中能不能穿的这个鞋打太极拳呢 我们来比较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这个呢是一双正正经经的为武术训练设计的一双鞋子 大家看到后跟的标识就可以知道是那个李连杰曾经在阿迪达斯代言的叫五级系列 这是我多年习武使用的一双这个训练鞋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鞋底呢 是这种前后都有比较大的磨损 因为在太极拳运动中呢 前掌和后掌的这个分离式的在地面上的旋转摩擦都特别特别多 所以第一要素是这个鞋底 它要符合这些前掌和脚后掌的这个分离式的这种运动和在地面的摩擦 那我其实一看其实这脚上这双鞋跟这个鞋的这个前掌还是挺像的 你看穿脱很方便一脱脱下来了 它前掌都是这种一根这种弧线 然后穿过这个前掌 这个也是一个弧线穿过前掌 然后呢它左右有两块比较大的这种分块式的这种鞋底区域 也是能够给鞋底提供比较好的这个灵活和这个摩擦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感觉这个鞋的前掌是OK的 如果单纯说这个做太极拳的训练鞋的话 但是呢大家看到后掌就会有一点不一样了 但这个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出在这里 而它的后跟 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太极拳的鞋它的后跟是非常平整的 从前面到后面应该是零落差的感觉 这才是真正的这种武术或者太极拳鞋应该有的样子 就是因为在太极拳的时候有一些单腿站立的动作是很需要脚 单脚能保持平衡的 一个呢比较多的是经济独立式 还有一个呢就是倒拧猴往后退 然后单脚要抬起来然后落地的 都对平衡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鞋底为什么要这么平 另外呢它就是它的那个鞋帮啊 太极拳或者武术训练鞋的鞋帮是比较低的 然后这个高帮也是不适合的 因为在做一些蛇身下势这种动作的时候呢 太极拳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脚是那个脚踝的那个弯曲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你的地面和那个身体要保持基本上平行的时候 你的脚大概也是一个将近100多度的一个弯折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高帮也是不适合的 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就是说 这双鞋其实并没有那么适合太极拳 但是它作为一款这种大家能够看看时尚类啊 然后耍耍酷啊 然后这种装帅的这种鞋是OK的 然后它的价格也不贵 我觉得跟很多其他的鞋什么那种巴黎世佳呀 椰子比起来 这款鞋可能是今年性价比最高的 由国际富豪啊 国际一线的富豪亲身在大片中示范的同款鞋 而且是球鞋 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如果大家有跟我一样同好 我建议大家可以入手 绝对不亏 我建议大家可以入手